目前看到這台就是陪伴我兩個多月的上一台暫居 因為這個車架是我學長 然後就在一些應援機會下 所以我可以升級我的車子 其他東西應該就會保留在這台原車上 把這台車給你們之前看到我那個贅速攝影師學弟來騎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車是什麼 沒錯 我今天要換車了 待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這次換的是什麼車 而且配置了什麼裝備吧 我們先去看一下主車過程 GOGO GOGO 除了剛剛車上看到的美麗達車架 還有SHIMANO的變速之外 其實這次還有FSA提供我們在車上 大家看到的空力把手 但是空力把手也非常厲害 可以換上像這樣的休息把 那這休息把就可以讓我在接下來的比賽 當作如果是鐵人賽 就可以改變騎乘姿勢 那下一項呢 也就是這個 它就是水壺架 然後當然還有FSA的把帶 讓我的車系都是黑色 而且是霧黑非常帥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大盤 那這大盤就是特爾家POWERBOX的一個功率大盤 這個大盤的配置是5234 因為接下來我即將去挑戰 也就是北高360的路線 那這段路程當中 其實會比較需要像這樣的大盤 來做一個比較有效的帶動 所以我們一般目前先裝 5234的這個大盤來做使用 那其實他們還有很貼心的提供我另外一個 也就是這個 它是4630的大盤 也就是超壓縮盤 但以目前來講 其實非常多人一直推坑我去比無理 但我們暫時先不裝好了 你知道嗎 因為裝了就有理而去了 所以我目前的配置不太適合無理 先不要推坑我 但FSA很貼心 已經先幫我準備了一個這樣的超壓縮盤 未來有機會我們再裝上它 然後去挑戰無理 好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美利達新店7間店 它一進來這邊就是斯特拉 就是跟我的車一樣 是爬坡型的車子 然後這一區域全都是配件區 還有一些斯特拉跟蘇里車 我們往後看 這一排就是瑞克多 它就是平路型的空氣力學的車款 然後這邊有三台 下面還有這樣的電斧車 不管是平路款或是越野款 這邊也都有賣 接下來這邊看到的全部都是比較平價的 不管是瑞克多或是斯特拉 重頭戲就是在最後面 登登登 最後一系列的越野車款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去挑戰一下 一些越野領導的話 就來這邊選一台去挑戰一下 所以它們連越野車鞋都非常完整 OK看完了剛剛的主車過程 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次的新裝備到底有哪些厲害的武器吧 首先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車架的部分 這是車架的部分呢 我是使用梅利達斯特拉系列最頂級的10K車架 那它也是目前大概一級車隊所使用的 全能公路型爬山用的車子 因為我選配的不是空地車 我是選爬坡的型的全能車 那接下來輪組的部分呢 也是由我之前的戰術商 就是ZERO所提供一組新的 迪薩的輪組 那這組輪組呢 它是礦高33的馬赫系列 它是比較全能型的 不管是爬坡或平路都非常適合 重點是在培林的部分 它搭載Ceremia Speed 就是陶磁培林的部分 所以它的順暢程度提升了不少 那我這次的變速系統 是使用RZEGUA R8070 DI2的油壓電便 那這次的大盤呢 是FSA提供的補234的功率大盤 那這個功率大盤呢 是因為接下來我要去參加 北高360的挑戰 所以我在大盤上選擇的齒比 是比較可以適合平路使用的 然後在手把跟龍頭的部分 也是FSA提供 不管是Vution的手把 或是FSA的龍頭 都是適合我在這次北高挑戰中 都是比較空地型的 深度我可以加裝休息法 讓我在挑戰中可以更順利 那這台車的總車重 乘車就是這樣加起來 大約是7.8公斤重 但整體剛騎起來其實非常順暢 所以接下來在一系列的腳踏車影片中 也會由它去征戰 不管是平路的北高360 或是接下來可能會有挑戰5點的影片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我千辛車的開箱影片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是野家洋隊我們下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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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故事的影片 まで Shift 帶了我的影片 我們下集合 就這次城階 帶點小部 我們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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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順央 等下集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